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,桃园市中立警分局自强派出所警员陈敏豪,昨天深夜在巴德区看顶路909向前,发现54岁宋姓男子骑驻机车摇摇晃晃,十分可疑,便上前是以宋南停车,但宋南不但不停车,还蒙踩油门加速逃逸,过程中甚至脱下头上的安全帽往后丢, 企图阻止陈元紧追不舍地追漆,陈元在追逐300多公尺后,趁宋南遇上路口红灯上前压制,宋南才乖乖坐在地上配合盘查,警方清查后发现,宋南2014年8月因毒品案遭高雄法院通缉,累计要执行22年徒刑,难怪见到警方就死命逃,宋南到案后向警方攻称,自己居无定所, 四处打零工为生,有时住在工地,有时住在朋友家,躲了几年,为了最后静深夜骑车被警方盯上,只探逃得了一时,逃不了一时,该来的还是要来的,训后被警方移送法院归案。